那川普有沒有說要出來選2024呢? 目前沒人知道 而且現在宣布也太早 會打亂整個2022其中選舉共和黨的佈局 但是他的行為還有他透露的說 我已經決定好了 只是還沒有宣布而已 這個就已經會讓所有的人認為說他會出來選了 再加上2021年年初的時候他在卸任前 在白宮的Party上面就說 民主黨試圖竊取我們的選舉 我們正在全力的反擊 如果沒有成功的話 我們2024件 如果大家還記得這個影片的話 所以各方面都顯示出來他會再度參選 而在很多層面上我還是覺得他是個非常好的人選 不管我有多喜歡Ron DeSantis 因為他是一個非常接地氣的人 現在他再度回到了DC 我們來看一下他說了些什麼 這社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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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抵抵抵抵抵抗 這社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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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抵抵抵抗 如果他們不可以抵抵抵抵抗 在很多個案件中 他們正在破壞法 他們必須要保持得到 他們必須要保持得到 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是這個就是川普跟一般政治人物最不同的地方 每個政治人物都在讀讀稿機 就像我現在一樣 我也在讀讀稿機 但是川普不同的是 就是他常常脫稿演出 他的語言還有行為都控制著這一次 非常的恰當 他目前也不是在競選 也不是在造勢 只是在論述一件事情而已 他說 對阿 他們現在在給小孩青春期阻斷劑 他們根本就不知道那些是什麼 然後就脫稿了 他說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 但是我知道那個東西很糟糕 不覺得很奇怪嗎 isn't it weird 這個很厲害 他不是以一個高姿態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情 而是以一個觀察者的方式來論述 也就是說 光這句話 就讓他脫離了那些 什麼都知道的專家跟政治人物 而是跟你我一樣的一般的這個平民百姓 那些人在幹嘛 我看都看不懂 但是很糟糕 我們只知道把這些東西給小孩很糟糕 那我認為 當然我也不是專家 也不是教授 也不是政治人物 這個變性小孩的議題是一個很棒的議題 因為沒有人喜歡小孩變性小孩 但是川普如果真的要出來選2024的話 如果2024我們還有一個國家的話 川普將會需要一個更突顯的議題來討論 因為孩童變性這個議題會是整個共和黨的主軸 他需要一個證明他跟其他共和黨的人不一樣 比其他共和黨的人更好的議題 2016的時候他的主題就是建一座牆 要徹底的封鎖所有的這些非法移民 stop these rapists 還有murders 停止這些性侵犯還有謀殺案的這些人到我們國家裡 然後當時各位如果還記得的話 沒有一個共和黨的人敢這個樣子說 沒有人敢把實話跟真正解決方案說出來 我認為他如果要選2024的話 我認為他會找到一個跟一般共和黨完全不同 而且更好的方式競選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